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跟他们来看看 如果酸跟碱加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吧 GoGo! 首先,我们选择以盐酸跟氢氧化钠作为这次实验的主角 用来解释酸碱中和 上一次,我们将盐酸水溶液与氢氧化钠水溶液混合 发现溶液的温度会上升 接着加热溶液直到水分完全蒸发 出现白色固体 而这个固体就是这次酸碱中和的产物食盐 属于盐类 狐狸猫说原来上次实验 最后做出来的白色固体是食盐啊 可是,为什么是食盐啊? 小树蛙对狐狸猫说 它是不是忘记了 当盐酸跟氢氧化钠反应的时候 盐酸的氯离子 会与氢氧化钠的钠离子结合 形成氯化钠,也就是所谓的食盐 而盐酸的氢离子会与氢氧化钠的氢氧跟离子结合 形成水 狐狸猫经小树蛙这么一说就有印象了 酸碱中和会产生盐类跟水 还会出现放热反应 使温度上升 小树蛙回应 没错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酸碱中和的反应过程 除了物质与温度之外 还会发生什么改变吧 现在,我们来观察酸碱中和时 溶液中的氢离子与氢氧跟离子的浓度变化 首先,我们先加入一滴分态指示剂 进入碱性水溶液中 当酸性水溶液滴入碱性水溶液时 原本存在于碱性溶液中的氢氧跟离子 被氢离子中和而减少 此时氢离子的浓度逐渐增加 PH值逐渐变小 当含有分态的红色水溶液变为无色 可知水溶液变成中性或酸性 若改以碱性水溶液滴入含有分态的酸性水溶液中 溶液中的氢离子会被氢氧跟离子中和而减少 此时氢氧跟离子浓度逐渐增加 PH值逐渐变大 当含有分态的无色水溶液变成红色 便能够知道水溶液变成碱性 接着我们来看看酸碱中和时 随着过程中加入的酸与碱 溶液的PH值又会是怎么变化呢? 首先,我们准备一杯10毫升 浓度为0.1m的盐酸水溶液 以及1杯20毫升 浓度为0.1m的氢氧化钠水溶液 用低管吸取氢氧化钠水溶液润洗低定管 检查低定管中是否存在气泡 确认没有气泡残留后 将低定管架设好 在盐酸水溶液中滴入分态指示剂 并将PH剂放入盐酸水溶液中 持续滴入氢氧化钠水溶液观察毒素 发现PH值从1慢慢上升 在滴入氢氧化钠水溶液的同时 也要摇晃烧杯 随着氢氧化钠水溶液的加入 PH剂的毒素也会越来越大 狐狸猫惊讶地说 所以当酸碱中和的时候 PH值会发生改变咯 小树娃点点头说 没错 随着加入的酸碱不同 PH值的变动也会不同呢 狐狸猫又问 在这个实验里 如果一直加入氢氧化钠水溶液 会出现什么状况啊 小树娃让狐狸猫动手加加看 就知道啦 狐狸猫一直加一直加 当它加入总计10毫升的 0.1m氢氧化钠水溶液时 烧杯中的盐酸水溶液 所提供的氢离子总数 与氢氧化钠水溶液提供的 氢氧跟离子总数相同 此时 PH值显示为7 狐狸猫又继续加入 氢氧化钠水溶液 当PH值等于8的时候 这个时候溶液变色了 狐狸猫惊讶地说 诶 溶液怎么变成粉红色的了 小树娃提醒狐狸猫 还记得之前学的酸碱指示剂吗 狐狸猫恍然大悟 原来是分态的关系 让溶液在碱性中变色了 小树娃说 没错 那狐狐狸猫 你现在把方格纸上的点连起来 我们来观察一下酸碱中和时 PH值的变化 狐狸猫照做 小树娃请狐狸猫分享一下 刚刚做实验的细节 还有在这张图里面看到了什么 狐狸猫说 刚刚做实验的时候 每一次都加入浓度为0.1M 体积为1毫升的氢氧化钠水溶液 观察到PH值越来越大之外 但PH值上升的模式 却不是一条斜直线 在溶液越靠近中性的时候 PH值变化得越快 小树娃表示 狐狸猫讲得很清楚 观察也很仔细 表现越来越好了 狐狸猫自豪地说 谢谢你的夸奖了 我可是都有认真在学习呢 小树娃又说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狐狸猫回应 好啊 我喜欢挑战 小树娃问了 如果今天改成把盐酸水溶液 加入氢氧化钠水溶液中 水溶液PH值 会如何变化 狐狸猫觉得 会是长这个样子 以这个实验为例 因为是将盐酸水溶液 加入氢氧化钠水溶液中 所以一开始的PH值 应该是大于7的 而且 我们可以从前面的实验知道 当水溶液的PH值 越靠近中性的时候 加入同样浓度 跟体积的盐酸水溶液 PH值下降的变化会比较大 所以狐狸猫认为 PH值的变化 会是长这个样子的 小树蛙鼓掌说 非常正确 你答对了 狐狸猫开心地欢呼 小树蛙称赞狐狸猫 真的进步很多耶 开心的狐狐狸猫 也谢谢小树蛙的夸奖 它会继续努力的 最后 在整理今天学习的内容之前 来问问同学们几个问题吧 同学们可以回想 在跌定过程中 为什么一样加入相同浓度 且相同体积的 氢氧化钠水溶液 在PH值较低的盐酸水溶液时 上升的幅度较小 在PH值较高的盐酸水溶液时 上升的幅度较大 明明加入相同数量的 氢氧跟离子 为什么在PH值的变化上 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下 并在下方的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哦 狐狸猫与小树蛙 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进行重点整理 酸碱中和会产生盐类跟水 同时发生放热反应 使温度上升 酸碱中和会造成 溶液PH值的变化 在做低定实验的时候 需要润洗低定管 并检查有无气泡残留 同学们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 酸加碱会产生盐类跟水 那生活中 我们常见的盐类有哪些呢 它们又有什么特性呢 就让我们下次再说啦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